时下流行的弹翻床是不少大人小孩都喜欢体验的运动 但在前年台中民灵性男子跟朋友到一间健身娱乐中心体验弹翻床 在浅空翻的时候头部不慎撞上海绵池底 造成颈椎损伤四肢瘫痪 时性教练没有弹翻床的教练症 他只有滑雪资格 而业者也因为设施不足 没有要求穿戴护具 被依过失之人重伤害罪 判处七个月有期徒刑 全案还可再上诉 大人小孩在弹翻床上尽情跳跃 享受畅快的运动快感 这是时下最夯的弹翻床运动 但任何的运动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前年三月一名灵性男子和黄姓友人 到健身娱乐中心体验弹翻床运动 没有想到在进行前空翻时 头部不慎撞上了海绵池底 造成他颈椎损伤四肢瘫痪 如果说他没有提供你那些工具的装备的话 你会玩吗 可能就不会很 因为这样就比较危险 安全要建议在游戏上 还是要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 有合格的证照才可以做这些 比较适当的运动行为 法院审理后发现 健身娱乐中心的海绵池 防护设施不足 而且也没有要求体验者 穿戴任何的护具 再加上实性教练 根本就没有谈翻床的教练证 只有滑雪教练资格 以过失伤害致人重伤罪 判实性教练和阳性业者 七个月有期徒刑 事后均否认犯刑 且未对被害人为任何的赔偿 业者表示目前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不愿意多谈 但业者事后声称 娱乐中心的海绵池都符合一般国际标准 而且国外也都没有再穿戴护具 穿戴护具反而更容易受伤 是灵性男子的姿势不正确才会受伤 但法院还是对业者和教练两人提起公诉 全案还可再上诉 接讲完一章 台中报道